作为整个夏天最大牌的巨星詹姆斯,在修萨季初期,连忙各支球队有表现出强烈的拥有欲,就连这些年已经十分强大的金州勇士队,也是表现出友谊,而在当时随着自由市场的开启,胡远总经理魔术师,就像一个准备探入考场的高中生,应接这个考验。 那么他背后为詹姆斯做了多少事,而随着詹姆斯最终决定加盟胡人队,也是表示这场争夺战争是结束,魔术师也用其智慧打赢这场战争。 具体为了这次招募,约翰逊也是表现出非凡的情商。 在招募之前,魔术师就看了詹姆斯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的比赛录像,而且充分研究其优势以及劣势,并且给予詹姆斯一定的未来拼图,而詹姆斯与魔术师的关系如今也是十分良好。 在此前约翰逊在INF发表了自己当初赛场上比赛的照片,而在相片中魔术师也是将自己当初的鞋披成如今詹姆斯的签名鞋,而詹姆斯的情商也是十分突出。 立即在下面,发表了请把这照片要到签名表起来,的言论,从这样一个言论,咱们或多或少,都能判断出其两关系,不管是招募之初,或者是之后的相处,魔术师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以及尊重。 在招聘之初,魔术师就表示出詹姆斯这样的经济水准,是这个星球少有的篮球运动员,而在詹姆斯家中上量,魔术师也是表现出满满诚意。 要知道在魔术师一开始接触苦人之初,苦人对前任管理层队,于未来并没有表现出未来,球队也是爱淡无光,没有过多的作为,但对于这样的状况,魔术师明白现状, 但是作为苦人的民宿以及理事伟大的球员,魔术师知道他需要什么,所以当初魔术师才愿意一个前往詹姆斯家。 魔术师在球队管理层上,自然清楚,在NBA中,若是一支球队没有一位超级巨星,重建的道路是十分困难的,这条道路是十分漫长的,因此,在当初招聘詹姆斯之前也设立下军力状, 要是若是这个夏天球队依旧碌碌无为,那他将会自从辞掉这份工作,显然这样的言语过于激进,但也能看出魔术师对于球队那种破釜沉舟的态度。 苦人队是一个骄傲的队伍,他不允许其继续陨落,他的未来需要的是荣耀,咱们也需要相信在未来,詹姆斯与魔术师的合作中,两人或许会擦出新的火花,葫芦。 请订阅 尝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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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unks咱们,优伖 尝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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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诺,尝诺的状创